大一开学 宿舍有个颜值网红 大家都喜欢围着他转 除了我 他们在背后骂我不合群 军训时 我乳糖不耐受没喝网红室友请的奶茶 因为这是他们要霸凌我 他露出晚马上要签约一千娱乐拍戏当明星了 而我只是个普通学生 我简直给脸不要 休息的时候 我特地拿手机查了查露出晚 我爸公司到底要签个什么万一 零妖 晚上全院会报训练时 我被针对了 露出晚和几个不认识的女生暗中推散我 最后我被摔出队伍 玫瑰文给院长行了个大礼 教官脸都气绿了 在哄笑声中我怒火中烧 一气扫堂腿把露出晚也缠倒了 他裤子穿得松松垮垮 尖叫着捂住下半身跌倒在草坪上 活像被人糟蹋了一样 泪眼朦胧地控诉我 我哪里惹你了宋依然 从入学那天你就处处针对我 我只是想安稳读完大学四年而已 非要把我逼退学吗 明星也是普通人 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他眼泪一掉 立刻有班里男生冲上来按住我 掀了我帽子 我奋力反抗 后来是教官冲上来 赏了他们几脚 把我拉起来 完蛋完毅 你们读书读的就是这些 上战场了也打自己人 打女人 那晚我们全班洗提家练 男生法跑圈 女生占军资 因为露出晚一番茶言茶语 不知内情的同学恨我恨得牙痒痒 他却站在我身边 压低嗓子炫耀说 你装什么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农村来的高考学霸 从小忍气吞声 到了大学就自命不凡 你再努力 连我家存款的一个零头都比不上吧 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 就因为我不当你的舔狗 你要我道歉 露出晚理直气壮的说 我是什么身份 我难道不能过滤下身边的劣质同学吗 逼你退学都是小意思 想想自己哪做错了吧 我狠狠舔了舔唇 入学时候怕麻烦 我乱写的家庭背景 他还当真了 挺有意思的 果然这只是个开始 晚上回宿舍 我发现床单被入全失了 下面的书桌也遭了殃 课本鼻桶泡在又腥又臭的泥水里 路人见了都恶心的想吐 露出晚给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身后的小跟班们立刻议论起来 活该 极度晚晚长得好看 搞小动作遭报应了吧 看他那副穷酸样 连凭水乳都用不起 肯定是极度 一个农村来的酸技罢了 以为自己高考分数高 进了大学就有人围着他转 晚晚简直当代美强残本人好吗 大明星低调读个书 还得被小人针对 依然你别怕 不是大家说的那样 我知道你只是闹到脾气而已 我也有错的 我帮你擦擦桌子 咱们还做好同学 好室友行不行 我去 露出晚你干嘛放低姿态啊 你又没做错 我都忍不了了 还拿名牌围巾给他擦桌子 他脾气这么臭 自己退学呗 听到退学 露出晚低垂的毛子里闪过一抹精明 满意的丢掉了围巾 见我要走 露出晚拉住了我的衣摆 依然 你要是去找老师把事情闹大 扣了咱们班的训练分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赔不是行不行 你原谅我 晚晚 你怕什么 咱们都是证人 你没招他没惹他 道什么歉 下一秒 我抬手把露出晚桌上的东西扔了过去 玻璃瓶炸裂在那个八婆脚下 把所有人吓住了 哦 摔了瓶神仙水啊 你疯了你 第二个开口的人 我又砸了瓶面膜在他脚下 哦 海澜之谜啊 我看见露出晚脸色一僵 心疼得手立刻攥紧了裤子 嘴上却装作宽容大度 依然 没事的 如果这样你觉得好瘦一些的话 我仰手掀翻了他的香水架 将他的桌面扫荡一空 无数贵的要死的化妆品顺着门飞出去 那些说闲话的人躲还来不及 生怕碰到了药陪 一时间场面尴尬的可怕 露出晚肉痛到捂着心口跌坐到凳子上 努力维持着皮肉上的微笑 声音发颤的指责我 宋依然 你欺人太甚了吧 我冷冷的看着他 我傲慢 脾气也不好 这不是你说的吗 我还会打人你知道吗 露出晚触电视的从凳子上弹起来 目光里多了几分阴毒 他必然不会放过我 当晚事情闹大了 学院连夜请家长谈赔偿 我想了想 给我爸助理打个电话 你们公司每个经纪人负责带露出晚 喊他过来一趟 当我家长 03 一千娱乐的产业有很多 露出晚是从旗下一个短视频平台火的 每年这样的网红多如牛毛 他们被推荐到一千娱乐签劳务合同之前 都是由直播部的一人经理带着 只签网红合同 网红合同和正式的劳务合同有天壤之别 不知道有多少人竞争 因为一人经理的工作量太大 他们最烦小网红给自己找事 李建伟便是一人经理之一 他深夜推开办公室大门 露出晚一下子惊讶地站起来 建伟哥 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老师联系的是我爸妈呢 也是 我爸妈都在国外度假 麻烦你因为这点事跑一趟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和室友有点误会 受了点小委屈 他又开始演 李建伟却比我想象的脾气爆 二话没说 直接要扇陆出晚巴掌 被老师拦住了 老师都傻了 我说没说过 你少给我惹事 同一批新人里就你最闹腾 几次了 你自己说说几次了 天天给你擦屁股 我是上班的 不是给你当后爹啊 你还能不能做这行了 陆出晚明明没被打 却捂着右脸推到一旁 默默流泪 老师急忙冲上来打圆场 不是的不是的 是 世宋依然同学 砸坏了陆同学贵重物品 金额有点大 联系双方家长谈赔偿的 李建伟急躁地边掏钱包边问我 不好意思 赔你多少钱 下一秒 陆出晚从嗓子眼里 硬挤出奸细又委屈的呐喊 谁给谁钱啊到底 是他宋依然要赔我钱啊 不是我惹事啊 李建伟愣住了 呆滞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几圈 仿佛这才想起来什么 你是宋 宋依然 我单笑着走上前 两手挽着他的胳膊 对陆出晚说 忘了给大家介绍 这是我小舅 爸妈都在地里忙着秋收呢 小舅来也行吧 陆出晚身子狠狠晃了下 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 彻底懵了 零四 小舅你说 我要是不喜欢一个明星 能不能把他过滤掉啊 你是不是有很多办法 处理这种劣质爱豆啊 这种人也要签约娱乐公司 李建伟脸黑得像锅底 陆出晚哪见过这阵仗 不停躺冷汗 急得脸都白了 这都是他说过的话 现在我原样还给他 不是的依然 之前都是误会 我 我中暑了脑子不清醒 说的那些话 你听我解释 建伟哥不是这样的 我气病神闲的看着李建伟 小舅 你这么宠我 那我讨厌的人 你该怎么处理 李建伟皱眉擦了把汗 立刻低声说 我明白我明白 未来他合同还签不签 怎么推荐 当然得听听你的意见 陆出晚猛然跌坐到椅子上 苍白的唇瓣颤颤巍巍合不到一起 受的打击太大还没缓过来 我笑盈盈的掏出付款码 递给陆出晚 来 要赔多少钱你自己扫码 至于签合同的事 给看我心情 你懂吧 第二天训练 陆出晚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乖巧倒不行 他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哄好了 可惜我的名声早被他搞臭 班里同学的目光并不友善 休息时 隔壁骑女生直接把茶水泼到我裤子上 对不起 手滑了 没办法昨晚罚恋太累 这一切也不知道拜谁所赐 嫉妒人家晚晚的美貌智慧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我扑吹一声笑了 招手把陆出晚叫来 指着二人道 你解释一下吧 大家都以为我极度你美貌智慧 现在我臭名昭著 可你觉得是这样吗 陆出晚憋得整张脸通红 突然张着嘴 不知怎么解释 他自己做的腰 我现在全部反弹给他 不替我洗刷干净 休想签合同 怎么 我哪句话说错了 你少欺负婉婉 我们可都看着呢 我再次出声提醒 陆出晚 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 你知道什么后果吧 趁教官们去开会 班里凑热闹的女生 围成了一小圈子 把我俩围在中间 大有声讨的意思 陆出晚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忽然恼羞成怒 低声吼了一句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追求过宋依然 他拒绝了我 所以我们有些误会 05 我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 围观的人 惊得快瞪掉眼珠子 刹那间鸦雀无声 但明里暗里 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暧昧 少了几分敌意 陆出晚用颤抖的声音解释说 求大家帮我保密 别录音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否则我俩的前途都毁了 是我一时冲动才做了蠢事 现在我和宋依然说明白了 我们都想安安分分的读书 从前真的是误会 谁也没有对不起谁 我立刻问他 你跟我开玩笑呢 没想到身旁的同学小声说 我知道你们搞文艺的多少优点 但也不能 闹了半天竟然是这样 你俩的是我们跟着掺和什么 行了 脏水已经泼了要死一起死 怎么都对我没好处 这么恶心呢 他这样还想签我家公司 原本是他带着宿舍同学排挤我的 那天之后风向竟然变了 他成了谨小慎微受委屈的人 立着不被世人理解的美强惨人设 明明可以踏入娱乐圈飞黄腾打 却非要务实地读完本科 不争不强 人淡如菊 真真让我大开眼界 直到军训结束的那一晚 他终于不装了 坐在我身边低笑着说 你不知道吧 办公室那晚我录音了 我挑了挑眉 啊 那又怎样 昨晚我已经匿名把录音投给了一千余乐 以私乱功 聘一个黄毛丫头的话 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 你说你舅舅的工作还保得住吗 我饶有兴奋地看着他 请问你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了 那我就给你看看吧 没有一人经理 我照样有被签约的实力 真当我怕你 说完 露出碗柔柔弱弱地摘掉帽子 在射灯的映照下 缓缓走向操场中央 军训结束有文艺晚会 各连出节目评优 评上了有奖金 可不知怎的 晚会排好的压轴节目开了天窗 众人集成一团石 露出碗恰好站出来就场了 男生们吹起口哨 主持人兴奋地说他要跳舞 粉丝团准备好了拍摄 而第一排主席台上 坐着校园领导 教务主任 还有校企合作代表 我们一起眼睛仔细看 发现合作代表 好像是一千娱乐的高管 叫什么来着 逢年过节 总去我家捡草坪那群人里 肯定有他 06 露出碗跳了手机明月 下面的人激动到不行 启哄喊着白月光 素颜女神 底下有男生小声喊 出道吧出道吧 露出碗香汗淋漓地跳完 边喘边给坐在暗处的 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同时 身子微微转向主席台 主席台上 高管的目光似乎被他吸引了 我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 想了想 我也走到了操场中央 不会唱不会跳 但我音感还不错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卡祖迪 甄嬛传看过吧 配音会吧 绝对应敢拿卡祖迪给 甄嬛传配音没听过吧 我接了大屏幕 在一片爆笑中 拿卡祖迪给甄嬛传配音 老师皱眉主持人懵逼 但同学和教官们爱看 在后面使劲鼓掌 硬是让我演完了这个节目 露出碗还白月光 这天下终究是搞笑女更生一筹的 一段吹完 我故意拿起麦克风问高管 你觉得我吹得怎么样 等高管看清我的脸 脸上冷汗都流下来了 非 非常好 跟前面的季明月比呢 说说你的看法 坦白的讲 都是短视频的风格 但搞笑配音 比单纯跳舞受众更广 热度更高 我认为你的节目更有前途 可以评上优秀节目 露出碗一下子脸色变了 那行 你说我这么优秀的节目 你没点表示吗 比如直接签约娱乐公司什么的 你不是笑起合作吗 刚好从文艺晚会上 挖掘个新人走 合情合理吧 我看见露出碗一下子站了起来 两手死死攥着拳 脸上紧绷的皮肉 仿佛下一秒就要炸裂出猙獰的嘴脸 他幻想好的路 一手记明月 百月光出圈 在粉丝的簇拥下 被高管当场清点签约 不签约也能闹出热度来 反正都高调打我的脸 现在我走了他的路 让他无路可走 他能不生气吗 这 这提议有些大胆 高管几次用目光询问我 擦汗的纸巾都抽了一大团 我估计他们笑起合作 就是为了来学校打广告的 他没那么大权力 直接签人 所以我打算点到为止 没想到下一秒 教官从人群里大喊 这还不让宋依然出道吗 宋依然出道吧 高管目光一沉 缓缓拿起麦克风说 原本没这个打算 但 如果是宋依然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路一婉身子狠狠颤了一下 好像世界都崩塌了 双眼被恨一染的心红 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吃了 下一秒 他气得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零七 后来路一婉是被两个女生掺走的 听说有点呼吸过度减中毒 却后台缓缓 我本想和高管交代几句话 没想到目光一扫 在人群中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瞬间愣在原地 就你知道那种尴尬的感觉吗 搞笑女抛弃包袱大杀四方 却被暗恋的男神看见了 在她面前 我可一直是柔弱的文静淑女 连大声说话都不会 人群渐渐散场 我看见何玉洲朝我靠近 我下意识地转身想走 为什么突然不联系了 为什么来这所学校读书 你变了很多 是不是因为 何玉洲 你知道绝交是什么意思吗 我变不变 关你屁事 我忘了讲 喜欢何玉洲 是18岁之前的事 我今年19岁了 她算个什么东西 从前她把我骗得团团转 利用我去争她家的遗产 再见面 我恨不能捶死她 何玉洲下意识地 拉住我的衣角 洗得发白的袖口里 露出一只苍白修长的手 手背贴着书页胶布 微微渗血 道歉 我手术刚刚恢复 从前那些事 我向你道歉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愿意 我揪住何玉洲的领口 硬是把这个 一米八几的病号 拎到了角落里 少跟我装申情 你已经继承了千亿家产 迈向美好未来 还想利用我什么 我不恶心 何玉洲半边身子 陷在黑暗中 低垂着毛子 小心翼翼地问我 送你的笛子明明还留着 真的不能再谈谈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她 我把卡祖迪掏出来 抵在她身上 你家做的笛子 质量真不错 我天天揣在口袋里 我想在见到你时 把她捅你肚子里 还成年礼物 你恶心谁呢 趁何玉洲正愣着 我又说 反正我也是假的 我一点不淑女 我记仇 脾气坏 惹急了会吃人 都是为了追你 才假装爱学习 现在一拍两散 你也不喜欢这种女生吧 何玉洲的手 慢慢滑了下去 微长的刘海 遮住毛子 目光空洞地看着远处 轻声道 其实你什么样 我都喜欢的 滚滚滚 我狠狠翻了个白眼 转身就走 临走前感觉手上湿乎乎的 嫌弃地拿她衣服擦了擦手 刚回宿舍 学院群一大串消息谈了出来 我和何玉洲的见面 不知被谁偷拍了 挂在爆料墙上 她穿着和教官很像的衣服 看不清脸 和我在角落里举止暧昧 被拍了不少错位图 热评第一条是 我越看越觉得 那是两条腿架在男人胳膊上 他俩走之后 地上竟然有几滴血 宋依然这是忍不住了 去给教官送一血吗 教出卡祖迪一看 上面也有血迹 我捅何玉洲的手术伤口上啊 那也是他活该 没心肝的人 死活干我屁事 我心里有点乱 打算明天再处理谣言 没想到关灯前 是有阴阳怪气的骂力句 侄女装机 小心天打雷劈 我立刻睡一全无 冲到露出碗的床前 把她拎起来 怒道 来 来你解释一下 你今天把这事解释清楚 咱俩到底有没有关系 露出碗早被我气得 像个打了念的温机 呆坐在床上不敢说话 先前骂我的顾仪 盘腿坐在床上 我说错了吗 你利用碗碗对你的感情 又水性洋花 跟教官搞到一起 不就是为了抢她的热度 抢她的出道吗 你简直登月碰瓷 心机表 早点滚出我们班 我忽然笑了 问她 行了 听说文艺会演的 优秀节目奖金有五万 咱班二十个人 平均下来 每人多少来着 我要是滚出咱们班 奖金我独吞了 好像也不错 顾仪一下子愣住了 宋依然给咱班争荣誉了 赚奖金了 她凭什么走 黑暗里 顾仪恨我恨的眼睛 要冒绿光了 我盖上被子 冷冷嘲讽她 听见了吗 看不惯我 你走呗 高尚点 奖金我也少分一分 后来我只听见 几声重重的砸枕头声 顾仪气得没再说话 舆论发酵到第二天 送别教官时 别的教官都整整齐齐上大巴 唯独我们连的教官 顶着大太阳坐俯卧撑 路过的学生看过爆料墙 暧昧的指指点点 教官的班长 唾沫横飞的训他 甭管照片是不是真的 只要跟学生传出不好的消息 都是教官的实质 听得我一下子心头火起 正要上去理论一番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音质的声音 所以你喜欢的人是他 传闻都是真的 09 何宇洲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 身上还穿着那件 洗得发白的条纹衬衫 多年前我送他的礼物 我烦躁的直接回对他 你不带脑子的 什么传闻都到你耳朵里了 结果辅导员说 爆料墙是个什么东西 他没空陪小孩子玩 顺便奉劝我 最近我的风头太盛了 我又不是露出碗那种明星 一个学生就该本本分分的学习 少争风吃醋 顺便管好个人作风问题 女生要自尊自爱 把多气笑了 我自始至终都不想动这些垃圾 脏了自己的手 他们却以为我好欺负 我直接联系了律师 在爆料墙发澄清 查投稿人IP给他发律师函 没想到有人比我更快 当天下午 校园领导和辅导员 恭恭敬敬地打电话 把我请去了办公室 长长的办公桌 坐着一左一右两尊大佛 左边是我们连的教官李静言 也是我的初中同学 他肩章简单 但家庭背景红得要死 领导一听他家里那位 腿都下软了 挨法是挨法 可谣言给他带来影响 必须调查清楚 右边是何玉州 刚刚大手一挥 给学校捐了八千多万的实验室 把副校长感动得老泪纵横 何玉州就一个要求 他昨晚来见女朋友 被拍到了照片 爆料墙是怎么造谣来着 辅导员满头是汗 掏出手机递给我们说 不满几位 咱们校的某些学生素质太差 天天在爆料墙胡说八道 这么离谱的造谣 我立刻删除了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 当我健忘啊 你不是不认识爆料墙吗 我一看他手机 后 原来他就是爆料墙的运营者 那刚才跟我装什么呢 10 辅导员哆嗦嗦地解释 确实是我的工作失职 爆料墙是校领导创办的 每个学院轮流派人运营 我刚接手工作还不熟练 几位看 现在谣言已经删除了 这是是不是可以放下了 连您都相信 我是个不自尊自爱的女生了 这是给我造成了巨大影响 我不该追究到底吗 我敲了敲桌子 既然校领导创办的爆料墙 校领导不作为 那我就自己查 我已经联系好律师了 副校长咳嗽了一声 解释说 其实我们能从后台查到的 造谣的同学已经找到了 都是同学间的小打小闹 让他来给几位当面道歉吧 何宇舟陈生道 请他公开澄清 公开道歉 万幸这件事仅在校内传播 如果在网上扩散了 会给学校声誉带来巨大损失 应该开除学籍处理 李静言说 造谣女生的清白 抹黑军人形象 这也是小打小闹 你处理不了 我来处理 副校长搭拉着脑袋 连连答应说好的 那天中午 全校广播投放了造谣者的公开道歉 包括公布自己的姓名 专业 以及照片拍摄始末 陆志诚的视频 会在图书馆外的大屏 滚动播放一星期 造谣者是一个 和我完全没有交集的男生 不想被退学 只有低头认错 接受群嘲 我认出了他也是 露出晚的小跟班之一 真行啊 你好歹是考进985的大学生 三观都被狗吃了 何宇舟亲眼看见 道歉视频播放才肯走 临走前 突然掏出一张银行卡 塞到我口袋里 你拿好 不够花再找我要 他看着我 点七式的黑毛里 一阵欲言又止 我把银行卡还给他 何宇舟 我心平气和的 跟你走到这里 你该知道 是什么意思了吧 别纠缠了 今后朋友都没得做 我和他做了十几年邻居 以为他是个父母离异 每月抚养费 省着用的苦命校草 长得帅 学习又好 我简直捡到宝了 拼命把他介绍给全家认识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私生子出身 过世的生母 曾是爷爷收养的大学生 他接近我只为了 拿一份准确的DNA报告 那时何宇舟即将大四 我一边准备高考 一边操心他毕业找不到工作 人家却拿着亲子鉴定 风风光光 继承家产去了 这张卡本来就是要给你的 里面是 行 反正你有钱 我就当分手费了 那你可以走了吗 我话音刚落 一道柔柔弱弱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依然 你别跟男朋友生气了 没钱也不是他的错 陆初婉莫名其妙的冒了出来 拿着手机对我说 你看他衣服袖子 洗得发白了 都不肯换 还攒钱给你 他肯定是爱你的 要不这样 我把之前你赔的钱都还给你 你们两个千万别因为钱的是分手 哦对了 你男朋友还不知道吧 你之前赔了我几万的化妆品 男朋友辛辛苦苦存的钱 不能这么草率就花掉了 依然 你得学会心疼他 十一 陆初婉这弯弯绕绕的 只散骂怀谁呢 他以为我跟何宇舟在闹分手 因为没钱 还暗示我乱花钱 让何宇舟跟我发脾气 依然 你就收下这钱吧 哦对了 忘记告诉你 我马上要签约新的经纪公司 十一禁组拍戏了 听说你也要出道 以后我们会不会成为同事啊 陆初婉调皮的对我眨了眨眼睛 小生说 你男朋友很帅哦 我也不知道何宇舟怎么听的这话 他在我耳边滴滴的问 几万的东西 你还要亲自陪 家里不管你了 陆初婉从箱袋包里掏出几张名片 塞进何宇舟口袋里 我这里刚好有几个联系方式 如果缺钱的话 可以找找他们 小帅哥 你要照顾好我们依然啊 临走前还对他暧昧的眨了眨眼 等他走远了 何宇舟皱着没问我 你读的究竟什么学校 你同学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吗 他可能活在自己异想的世界里 我用手指着太阳学旁边转了几圈 就像你一样 你还总以为我会原谅你 我读什么学校干你屁事啊 本来我就不爱学习 我去清华北大当倒数第一你才开心 我在现在这个学校挺好的 您别操心了 回去之后 我鬼使神拆的查了查那张银行卡的余额 碰死我吧 因为临近十一假期 学校提前发了优秀节目的奖金 我打算趁着当天下午班会给大家分了 我无意见过寝市长还在用翻盖手机 为了帮他瞒住这件事 把钱换成了现金 没用电子支付 没想到在宿舍换身衣服的功夫 放在背包里的钱不意而非了 宿舍里安安静静的 我换衣服的时候没听见谁回来过呀 这地方也没个摄像头 直觉告诉我 估计又是哪个不长眼的人给我挖坑 我暂时没报警 等着看这人表演 下午班误会上 我说钱被偷了果然没人信 顾仪第一个站出来 阴阳怪气我 你不想跟大家分奖金就只说 没必要弄这些借口 要是真当盗窃报了警 最后钱在自己包里找到 面子上可说不过去 陆初婉按住顾仪的手 站起来装好人说 大家别乱猜了 依然家里爸妈都是中逼的 小舅可能刚丢了工作 生活确实有难处 他不想的话就别逼他了 这钱我来出吧 让大家拿个奖金 过一个开心的假期 陆初婉立刻被众人欢呼簇拥住了 我在一旁冷冷看着 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他们要是知道 我口袋里揣着多少钱的银行卡 恐怕下巴都要惊掉了 12 学校里有APM取款机 陆初婉说去取现金 让大家等他 用手机支付呗 现场让大家扫码呀 我冷冷的说 陆初婉好整以侠的笑容 出现一丝裂痕 胡乱搪塞说 取现金吧 我微信里钱不够了 现金也很快的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眼神充满了闪躲和心虚 偷了我的钱 假装好人发给大家 还毁灭证据 他当我是傻子吗 我什么时候揭穿他比较好呢 等陆初婉一走 那些兴奋的男生又开始议论我 觉得我这么自私刻薄 不配留在班里 我让辅导员先停下 站到了讲台上 大家来这里都是为了学习 是谁先搞孤立的 先败惨薄同情的人 就是受害者吗 有些人骂我傲慢自私 请问你和我说过几句话 你了解我吗 我靠自己一笔一话 打卷子考进来的 你说走就走了 顾仪在下面小声嘟囔 奖金都私吞了 煽情给谁看 此债复偿 按道理说你私吞了奖金 应该让你爸妈来陪 我哐嚷一声 把手机放到桌上 开外放拨通了我爸的电话 爸 给我十万块 你没发烧吧 你说的这都什么话 我要现金尽快拿到 闺女你跟爸说 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处了 我简单几句挂掉了电话 顾仪立刻嘲讽说 你别打肿脸充胖子 在外面风光无限 被地里压榨辛苦种地的爸妈 你这样的人可太恶心了 我冷笑着看他 不说话 五分钟没到 辅导员电话响了 他打开教室门 学院的院长一脸凝重地 提着现金走了进来 把箱子放下 没说话 教室里刹那间鸭雀无声 顾仪的脸上渐渐褪去血色 我敲敲箱子说 丢钱我会报警追究 可如果有人拿着做文章的话 这里有十万 我把奖金翻倍 当班费送给大家 这下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家都是满18的成年人了 三观总该正常吧 是非善恶心里有敢秤 三言两语道听途说 就对自己的同学扣帽子贴标签 请问我哪一件事做错了 哪个传言是真的 今天被排挤陷害的是我 明天就可能是你自己 我严禁于此 想做同学 我们一起安安分分读书 还挑衅 未来我奉陪到底 我把箱子踢到地上 摔开的一脚 露出红彤彤的钞票 正摆在故意面前 故意吓得大气也不敢喘 辅导员低着头不敢说话 院长在一旁假装没看见 满屋的人陷入了沉默 13 反正转天就是放假 我说完便离开了教室 直奔学校大门 本想喊司机来接 没料何宇州的车等在那里 我刚好把银行卡还给他 他说还卡可以 让他送我回家就行 我二话没说上了他的车 这几天他精神不太好 冷白皮透着一股灰燕燕的病气 他鼻梁很高 眉眼都生的俊秀 侧脸的轮廓线条分明 下额如靴 笑的时候带点脾气 不笑时整张脸 透着股冷若冰霜的气息 我见他不停地按太阳穴 没好气地问他 我那天捅你伤口 司机踩了脚刹车 忌惮地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何宇州的眼神骤然冷下来 不容智慧地对司机说 听你该听的话 没有下次 车里瞬间严肃的气氛 让我也跟他打个颤 他果然是变了 变得好陌生 车子平稳之后 何宇州揉了揉眼 略带委屈低声道 没什么事 就是伤口发炎了 我蹭一蹭就过去了 我直接伸手掀他的衣服 崭新的纱布上微微渗血 血迹还是淡红的 没干 刹那间我有些尴尬 何宇州轻声温柔道 我没骗你 说过的 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我烦躁地把头扭向窗外 我妈妈的视频 正是播了进来 她讲话一直很大声 在寂静的车里听得很清楚 闺女 你到底什么事啊 手里连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我听说你还要出道 出什么道 你是不是偷偷借高利贷还不上了 我尴尬地调小了点声音 妈 我只是手里没现金 你能判我点好事吗 那你出道又是什么情况 你那智商追个何宇州都被骗 进了娱乐圈不得被耍着玩啊 可别丢人让我操心了 何宇州突然开口说 阿姨我在依然旁边 这是我是不是和你解释一下 我隔着电话 都能感觉到我妈妈的尴尬 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气氛在这一刻尴尬到了顶峰 我低头假装看手机 给我爸助理发消息 让他去查一查丢钱的事 无意间 请市长李欢欢的消息弹了出来 打开后是一条快音链接 陆初婉正对粉丝们宣布签约新冬价 十一要到象山影视城拍戏的消息 只不过他口中我成了乐人同学 靠睡觉官拉拢人心 给他制造麻烦 处处针对他一个自强不息的好学生 听说我要签约一千娱乐 也是靠一路睡进去的 寒沙摄影我和某位高管有不良交易 十四 我真的服了这个女人 她有一天安分的吗 五万块钱的是还没找她 她没玩的是吗 视频可能做过公关 是她先把同学矛盾上升到网络舆论的 别怪我不客气 原本十一计划休假 我转为联系李建伟 让她帮我找象山影视城的剧组 我要去拍戏 上次我吹卡祖迪的视频火了 我便随手把一人信息挂在李建伟那边 没想到她运营出了不小的流量 听说下个月要升职 她现在对我的事很上心 当晚找好了几个剧组的配角要我挑 我出五倍价钱买了露出晚剧组几天 楚门的世界看过吗 我送她一份大礼 早上六点刚过 我连收了好几条李欢欢的消息 倒是挺意外的 打开后更意外 她告诉我 除了昨天发的快音链接流量太大 其他造谣的视频都被她举报掉了 她连夜打电话给班里同学 大家一起举报掉的 她问我还有没有能帮忙的 班里有几个人愿意做证人帮我澄清 露脸也行 我正跟李建伟计划着怎么气死露出晚 一下子愣住了 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她是真心的 还是像那些人倒贴露出晚一样 有意讨好我 那天开拍后 露出晚看见大戏的配角是我 脸一下子绿了 我毫不犹豫的把茶泼到她脸上 就是不说台词 不说台词导演就得重拍 如此反复几次 露出晚怒了 你故意针对我的吧 这是哪里来的群演 还不换人吗 导演直接喊 是不是群演宋依然老师的台词有点少 那么把陆老师的词加给她吧 陆老师不用说词了 咱们再来几个机位 多拍拍陆老师被泼的镜头 露出晚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以为自己幻听了 不过片刻她阴阴一笑 半个身子故作柔弱的跌倒在地上 我没问题的导演 多拍几次吧 我对艺术要求很高的 不远处 她助理悄悄拿起了手机偷拍 我二话没说又泼了露出晚一脸 凑到她耳边轻声道 踩着我签约新东家 现在又想在网上搬弄是非了 戏弄同学还不够 把网友也当猴耍 我什么身份 你什么地位 我懒得跟你计较 你还来劲了 五万块钱能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你猜我查不查得到钱是谁偷的 露出晚猛的咽了咽口水 额头划过一滴冷汗 十五 这是我稳赚不赔啊 我要是查出来呢 我一定会曝光 断你个明星梦 我要是查不出来 你有病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露出晚一把推开我 头也不回地进了休息室 没多久 我收到李欢欢的消息 她说五万块钱找到了 就是有些奇怪 露出晚说有面膜掉在床后面了 她用扫把扫 竟然扫出了五万块钱 我不禁冷笑 就她这心态 还跟我耍阴谋诡计 等拍摄结束 我让导演暗示她 制片人晚上想见她一面 塞了房卡 九点一过 我房间的门果然被敲响了 露出晚穿着单薄的吊带连衣裙 满脸羞涩的站在门外 制片你好 我是这部剧的女一号 细节的匆忙 我还没看完所有剧本 想和你一起读完 门开的一刹那 她脸上轰然褪去血色 今天好玩吗 我玩得挺开心 看你跟耍猴一样 上蹿下跳的 我协议在门框上 怎么办呢 我就是你口中 最讨厌的农村人 偏偏我家挺有钱的 我就买了个剧组玩玩 听说你是这个剧的女主角啊 宋依然 你不怕 我把这些事发到网上吗 你可真是阴魂不散 是谁一而再 再而三的挑衅的 我拿起了手机 监控画面里 是露出晚一脸娇羞的 捧着剧本敲门 再一切换 是她助理闪转腾挪 拍摄一些有争议的片段 两人密谋拼接剪切的录音 你发呀 咱俩比比水写的文案更精彩 我能请到全国数一数二的公关团队 你猜他们会怎么安排你 操控舆论好玩吗 我让你尝尝报应如何 16 露出晚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目光呆愣愣地望着我 这是我第一部剧 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你真是制片人 那你能不能放我一马 我 我正要开口 厂屋捧着厚厚一打剧本 出现在走廊里 错愕地看着我俩 你们干什么 这不是制片人何总的房间吗 露出晚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 你说什么 何总 那宋依然你 你又是什么东西 我还没开口 便看见何宇舟 缓缓地从远处走来 制片人何总不会是他吧 露出晚也看见了何宇舟 目光飞速闪烁 然后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依然 咱们好好拍戏才是正途 找制片人晚上聊什么剧本啊 你快跟我回去 啊 你不是 你不是依然的男朋友吗 你就是制片人何总 天呐 还好是你 不然依然要被别的男人 潜规则呢 我真的忍不了他 胡说八道了 扬起手要扇他巴掌 没想到何宇舟淡淡一笑 道 宋依然主动来被我潜规则吗 那真是求之不得 他这样的女人我才看得上 否则 难道是精神有点不正常的 陆小姐你吗 我发现你的假话 怎么张嘴就来 露出晚瞳孔骤然放大 几乎难以言语 脸色像头顶大灯一样惨白 何宇舟抓着我的手 食指在我手心勾了几下 一瞬间 浇吸了我心中的怒火 挺神奇的 这部剧 是我全权交给导演操作的 没想到 选了这么一位 有意思的女主角 陆小姐不如继续拍下去吧 我期待你的演技 何宇舟周身泛起 害人冷意 唇角的淡笑 藏着无尽的嘲讽 仿佛捏死陆初婉 实在容易不过的事 那股让我陌生的感觉又来了 等陆初婉一走 我飞速甩开了她的手 何宇舟也不恼 温柔道 她是不是在学校 刁难你很多次了 跟这种人何必浪费时间 解决掉就好了 我不太爱听 随便说了句 跟您在商场 耳于我诈不一样 我这就是一群小孩子 三观不正 尤其是陆初婉 让她尝到教训就完了 我还能毁她一辈子 我家有权有势 做这种事 脏了自己的手 你不做 那我来做 反正我在你心里 是个恶人了 我白眼要翻到天上去 何宇舟去画风一改 突然问我 不然这样 我把剧组送给你 反正也是 改编你喜欢的小说 送你当礼物的 我心中有个不好的预感 你该不会翻拍的是 《凉气指南》的本小说 是啊 还挺意外你喜欢这种小说 网上都在骂作者 宣扬女的稿扑啊呢 我从前为了在何宇舟面前 装三从四得乖乖女 特地选了这么一本 草点满满的小说 挂在嘴边 她还当真了 这句拍出来 不得被网友骂死啊 陆初婉还演你一号 她还当宝贝似的 十七 最后我按七位数的低价 跟何宇舟买走了整个剧组 就当投资算了 让编剧再改改剧本 别拍出个行业丢人的大笑话就行 主要是为了在折腾陆初婉几天 让她尝尝社会的险恶 何宇舟似乎挺重视这个事的 说有一堆文件手续要弄 让我委托给律师 她来跟进 我也没多想 陆初婉也发现这个事了 但她赔不起天价几日费 被经纪公司硬逼着拍下去 十一结束也没去上课 估计恨我恨的牙都要咬碎了 十一之后 班里人对我态度不说有多好 但转变还是很明显的 班会上投票选班长 我和一位男生票数持平 在全班的监督下 我俩个达了半套专业课的卷子 谁分数高谁当 我低了0.5分 被推荐当学委 刚入学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呼喊着 要大明星陆初婉当班长 无脑跟风 我也不要求大学班里多么有爱热情 像今天这样 公平健康的同学关系就够了 有几个人好奇过我的身份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再讨论 这个话题也渐渐淡了下去 一切归于平静 陆初婉十一之后就没回来上学 何宇舟那边动了些公关 给他事业带来不少麻烦 听说他爸妈都出面找媒体了 他爸爸是学术界知名教授 终于挽回了一些路人员 给他接了一档选秀的综艺 这就算正式出道了 不过因为买的宣传稿太多 班里人偶尔提起这件事 还是很羡慕他能当大明星 觉得出道好 赚钱好 陆初婉几次在班群里 分享选秀报名的广告 他们被勾搭的有些心动 李建伟也问我要不要参加选秀 反正是小胡豆和新人的大杂会 他觉得我能火 我却跟他讲要退出娱乐圈的事 让他沮丧了好久 可是本来我也没踏进娱乐圈啊 就一个卡组迪火了 为了气死陆初婉而已 选秀我跟着凑什么热闹 没想到转天 陆初婉上有个热搜 他在微博公开喊话 给我下战书 要在选秀节目上和我battle 18 他热搜是自然流量 李建伟做了些公关就弄下去了 阅读量不多 事情没闹大 却挺挑衅我的 不过 选秀录制的当天是四六级口语考试 虽然我才大一 但录取的英语分数已经超过学校线了 是可以大一考四六级的 班里大多数人都可以考 陆初婉这是逼我不考试 傻子才跟他上头 我肯定是要考四六级的 但班里有些人动摇了 想报名还选第一轮试试 我真的怕他们价值观被带歪 给那种选秀节目凑什么热度啊 冠军是几家大公司内定好的 素人哪有机会 大家都是同龄人 我觉得光劝没用 于是在报名节制的最后一天 让李建伟弄了条热搜 宋依然宣布退出娱乐圈 我也没多大名气 多数人觉得莫名其妙 但我那些同学肯定看见了 我在热搜里写明理由 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不会盲目跟风 四六级当然比参加选秀重要 希望看到的人有所触动 至于录出晚 他还以为自己赢了 把我气退圈了 沾沾自喜 我直接把网剧的宣发放了出去 圆住那些黑粉一拥而上群朝他 让他像个丑闻似的挂在热搜上 整整一晚 第二天见了人都得低头走 估计他心态要炸没了吧 我让他死分分钟能绊倒 最好别再惹我 我兴致正浓 忽然收到了李静言的短信 你男朋友家那群老东西 真是吃人不涂骨头啊 原本是茶睡 竟然还查出命案 他们生是疯了 你以后嫁进河家要小心点 这一家子除了何渝州没一个好人 这什么故事 干我屁事 我回他 我跟何渝州早绝交八百年了 李静言回我一串问号 你妈妈不是说 要他拿整个河家当聘礼来娶你吗 那小子反悔了 十九 李静言上学晚几年 后来入伍结婚都在我前面 他老婆是我妈妈家的亲戚 因此两家经常走动 他消息很灵通 但聘礼是什么事 我怎么不知道 李静言飞速撤回 可我已经看见了 我心里有点乱 正要播视频给妈妈 突然 威克又弹出了一条热搜 深海赛斯集团全球供应链停摆 新任CEO何渝州退出 上一秒还复兴汉渣男 下一秒他就倾家荡产扫地出门了 何渝州在搞什么呢 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他助理也联系不到人 我想起他给我那张天价银行卡 于是匆匆拿着跑下楼 没想到在楼下见到了何渝州 他已在一辆就SUV上 入目是一双很干净的白球鞋 水蓝色的牛仔裤 包裹着一双看不着边的长腿 白衬衫的袖口卷到小臂 一排整齐盈论的扭扣 在阳光下闪光 他微长的黑发 折着满是笑意的毛子 直勾勾地看我 上车吗 反正周末了 带你去玩 我满肚子的疑问 冲上去把银行卡递给他 说了是你给你的 想还给我 那上车 陪我度假散散心 何渝州 我不知道该骂你活该还是 钱你拿走 别来跟我卖惨 何渝州不说话 跳上车后 敲了敲副驾的位子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他走了 我怕这哥想不开 跳盒子进去 我可不想给他收尸 路上我凶巴巴地问他 你是不是跟我妈妈说过什么 什么聘礼的 然后骗了我全家 何渝州慢慢开着车 朝度假村走 笑道 不知道 好长的沉默之后 他突然说 我只是想给你全世界最好的 那些脏烂发臭的 我就亲手洗干净 再送给你 我要把全部都给你 这辈子就赖上你了 我怎么听都觉得 这话不对 看看手里的巨额银行卡 我有个离谱的念头 拿出手机 悄悄给律师发了个消息 当时买剧组办手续的律师 度假村信号不好 律师打了个电话 声音断断续续的 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 整个何家 他拥有的一切 早都在你名下了 二十 何渝州停车 落了锁 转过身认真的看着我 我其实不想争的 我妈妈临死前 都惦记着遗产 全是 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 可我不一样 我只惦记你一个 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抛弃我了 所以给我个机会 重新开始 我和他静坐了很久 心里堵得难受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涩感觉 你这样说 还是让我觉得 喜欢你那几年 我像个傻子 你这操作 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给我点时间吧 何渝州垂谋 露出一谋苦笑 缓缓打开了车所 我留下银行卡 头也不回地走了 没过半小时 李欢欢问我在哪 我反手一个定位发过去 李欢欢立刻回复 那就好 我听说你要退学了 家里的情况还好吗 今早露出碗 突然被请来做优秀新生演讲 强调大学生要独立自主 像他这样边工作边读书 不靠家里才是优秀的 我觉得是谬论 他分明在炫耀 他污蔑你靠家里关系 横行校园 现在家里出事了 自己书都读不下去 所以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们都愿意帮你 露出碗烧糊涂了吗 谁给他的胆子 胡说八道 我噼里啪啦一顿打字 度假村的信号却越来越差 不知道发出去几条 我只能约第二天最早的专车回去 没想到第二天六点刚过 落地窗被人敲响了 李欢欢带着八九个同学 站在窗外朝我招手 家还在本地的 我都叫来了 你别怕 有我们在你不会退学的 李欢欢从帆布包里 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砖 还有这个你记得吗 当初的十万块钱 我们带来了 紧接着 我看见他们每个人 从背包里掏出一打钱 整齐的马到我房间里 现金怕丢了 所以我们每人带一点 你数数看 十万块一张不差的 就算家里出事了 这钱还能应急 二十一 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 眼圈微微红了 班长插着腰对我说 你别哭 陆初婉不知道 有什么好炫耀的 我们可是正经 九八五的大学生好吗 三观正得很 不会再被他一个 颠倒黑白的戏子洗脑了 以后你就大大方方来读书 我们班的同学 谁敢欺负 我破涕微笑 连连点头 向他们说了实情 把他们震惊的合不拢嘴 后来我才知道 是陆初婉家里 给了些压力 故意传出这样的谣言 愿领导两边都不敢得罪 干脆装聋作哑 看两尊大佛斗法 我也不怪他们 只是反手 给家里发了条消息 从今天起 行业里谁再敢用露出碗 就是跟一千娱乐作对 我不介意用各种手段 砸了他的饭碗 娱乐圈这块蛋糕 他露出碗连扎也被想舔 那天之后 何玉州竟然不怎么纠缠我了 我们的交集只在新闻里 每隔一两个月 就有经济头条 深海塞斯的某某高管 因为什么罪名或行 接二连三的深挖 这简直是个 吃人不吐骨头的修罗场 何玉州确实变了 他不伪装的话 没办法从这群老东西 手里活下来 他面对的事情比我想得多 每一次新闻的同时 我名下账户的存款 也越来越多 询问律师才知道 何玉州当时给我的东西 几乎掏空了整个集团 我要还给他 手续异常麻烦 他的助理也总借故不出现 我只能一次又一次联系他 这次真是被他粘上了 陆初婉倒是没什么消息了 偶尔见他跟着父亲的学术讲座 露一两脸 在小绿书上铺天盖地的发通稿 除了陆人手滑点赞 没人敢给一点热度 等临近期末 班里所有人都忙着考试内卷 唯独陆初婉 因为缺课太多 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面临留级 期末之后 我去文艺市送卷子 路过办公室时 听见他爸爸和领导谈话 语气严肃 初婉这样的成绩不能免试吗 他从小到大被我悉心调教 水平已经比同班高出一大姐 我要求他免试 直接升到大二 想走后门 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22 我还没想好怎么修理陆初婉呢 有人比我更快 竟然把这段录音 直接举报到了教育局 这下闹大了 教育局本来是派人调查 陆初婉走特权的事 没想到挖出更惊天的猛料 陆初婉的学籍有大问题 他的高考分跟他的好爸爸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我发誓 我可没动任何手脚 我家全市再大 公告说陆初婉并非正式招生进来的学生 学籍也不在 因为他爸爸的面子 才让他进学校旁听的 不知道怎么就传承了正式学生 公告一出 学校在网上被校窝囊费 可证据确凿 有事也别找学校 都是陆初婉一家以公罗司 陆初婉连退手续都没办 直接被赶出了学校 同学的最后一面也没见 那个暑假 我在国外学校办参观交流的事 等两个月再回来 陆初婉这个人 已经从大众视野销声匿迹了 大二开学那天 班里女生都在转 我们专业要空降一个研究生代班 北大毕业的 长得特别帅 但生活条件不太好 人腼腆又可爱 简直是男版灰姑娘 等开班会那天 我看见何玉洲 背着几百块的双肩包走进来 淡定的站上讲台做自我介绍 女生们在台下小声尖叫 代班是他 有人鼓起勇气问何玉洲 代班 可以加个微信吗 何玉洲顿了顿 笑着说我有女朋友了 加微信的话 问宋依然同不同意吧 众人的目光 一下子落在我身上 兴奋又羡慕 我又气又笑 将他拉走了 安静的角落里 阳光正好 何玉洲站在斑驳的树营里 朝我伸手 细碎的眸光里 倒映的全是我 这次换我追你行不行 你有很长的时间慢慢考虑 反正 我的余生都用来等你答应 我故意把头扭开 嘴角的笑意 却怎么也压不住了 找个时间 把你那些家产拿走 我才不稀罕 以后结婚了再上交 然后陪我吃饭去 我要吃最贵的 你请客 几个月后的某天 我许久不用的快音视频 推送了一条消息 露出晚开直播了 他爸妈被查后 家境遗落千丈 也没继续高考 直接下海带货了 脸上做了微调 玻尿酸快逸出来了 视频里琳琅满目的三五小商品 他卖力的推销 嗓子都要喊破了 直播间人数五十五 销量为零 每到半小时 直播被掐断 他的账号也被封了 理由是 猎击一人